各位四川卫视中国美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硕鹏 对每一个艺人来说吧 我觉得可能每一年或甚至是每一季 可能会有自己一些主推的形象这样子 那我想在过去这两三年以来 比较希望能够怎么讲 就是有比较简约的方向吧 simple is the best 就尽量希望简单一点 把人的本质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在造型上面 比较成熟比较简单一点 其实可能还是亚麻色吧 其实对我自己来讲 就是我也一直希望能够做出亚麻色 不过亚麻色对东方人来讲 因为像我的头发 其实本身颜色是非常黑的 就是如果完全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话 我是会黑的发亮的那一种 想要做到亚麻色呢 像我这种很黑的头发 就要先漂 先把颜色退掉 然后再加上去 可是像经过这样处理过的头发 就我知道 其实它的颜色不是非常容易维持吧 就像我这种经过很多处理的头发 其实理论上应该每次洗完头发以后 可能要做一些 一些基本的护理吧 或是一些认识的 我觉得我对于流行的感觉 在几年前 那时候刚刚开始有这些 世界性的这些fashion东西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每一季 你都一定要去特别观察 这一季流行东西是什么 仿佛你跟不上 你就觉得好像自己就没有了自信一样 可是到现在我会觉得 我不太会去 那么的去跟每一季的流行 因为我真的觉得适合自己就是好看 而且流行的东西不见得 放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适合 所以我现在比较没有 就不会去追那么紧 我觉得还是自己 能够自己开心 能够娱乐到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每一季 除非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 某一种流行的颜色 要不然其实大家只是抓一个 整体大概的感觉吧 我觉得基本上春夏流行 一定就是一些粉色系的东西 不管是粉红色啦 粉黄色啦 粉蓝色啦 像蓝色的话 可能不会是粉红 可能就是水蓝啦 或者顶多到黄色吧 其实就会让大家觉得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 这样子 基本上我觉得流行趋势都是这样子 那你到秋冬 秋冬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葡萄园的颜色 就是那些可能紫色啦 咖啡色系啦 就是一些比较沉的 有点类似像葡萄园里面 会出现的颜色 大概都是这些东西吧 幸福是万分之一的机会 外在其实未必是最主要的 这样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 还是透过内在的一种自信吧 或是一些诚恳的态度 或是自然不做作的态度 我觉得那才是最吸引人的 各位四川卫视中国美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苏鹏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style 做一个最有自信的帅哥或是美女 感谢观众朋友们 感谢观众朋友们 感谢观众朋友们